在《红楼梦》里曹雪勤说过 女人是水造 其实谁知道女人是水造呢? 所有人都是水造的 因为我们身体里的血液有七成就是水分 所以我们身体一定不能缺少水分 我们睡醒的时候 我们起床就要喝水 有些朋友说 我起床就要喝橙汁 我要打蔬果汁来喝 或者我喝蜜糖水 有些人说 我起床就喝杯糖水 有些人说 不是啊 我喝盐水喝了很久 有些人说 我一定要喝牛奶 那么多种饮品 究竟我们要如何选择 才能让我们身体得到最好的健康呢? 那跟大家讲一下 究竟我们应该喝什么才对 好不好? 首先跟大家讲一下的就是 普通的白开水 我们早上起床喝水 我们如果喝水的温度是 和室内的温度相同 这种的水是最好的 因为这样可以尽量减少对肠胃的刺激 研究发现 如果我们把水煮沸了之后 再把它冻到20至25度的摄氏 这些白开水是最好的 因为它含有的活性生物 会透过细胞膜促进生存代謝 增强我们人体的免疫功能 凡是习惯喝这些比较温和一些 或者是这个室温的冻开水的人 它的生存代謝的状态是好些的 它的肌肉组织里面的乳酸积聚液会减少些 所以不会那么容易觉得累 而且水里面的钙尾这些元素 对我们身体健康是很有益的 早上的时候 最好不要喝些太过冻的冻水 因为太冻的水 反而会抑制这个肠的鱼动 同时 这样会太冻刺激的胃宝 令你觉得体内有些脏气 第二种提议就是喝蜜糖水 它说 早上起床喝一杯蜜糖水 其实是有科学的根据 它说经过人一晚睡醒后 它体内大部分的水分已经被排泄和吸收了 这个时候如果喝一杯蜜糖水 也可以补充水分 也可以增加营养 是可以代替这个普通的滚水 第三样就是柠檬水 如果你留意报章的美容或者减肥的知识 你会发现宿便是令到我们身材不好 而且会积存在里面 那些废物就会变成一个毒素 这个毒素就会在你的皮肤上反映出来 所以我们每天早上起来 最好是吃饭之前 空肚喝了一杯 加了新鲜柠檬片的热点的滚水 你把它来帮助排便 你不要小看这杯排毒水泊 它不只是你身体最好的酸碱的中磨剂 还能够清除这个宿便 排除这个毒素的功效 还有如果你的口气不好的话 有这个困扰 它都能够帮你改善你的口气 另外就是淡盐水 有很多人认为 早上喝一点淡的盐水 是有利于身体健康的 其实这是很错的见解 研究认为 人整晚都在睡觉 都没有喝过一滴水 但是我们的呼吸 我们的出汗 或者我们的鼻尿 都在继续进行 这些生理活动 是要消耗很多很多的水分 所以我们早上起床 如果喝点白的开水 就可以令到我们的血液 得到这个稀释 抖制夜间这个高渗性的脱水 如果我们喝这个盐水 反而会加重了这个高渗性的脱水 令我们更加觉得口干 而且早晨人体的血液升高 是最高的时期 喝盐水会令血液更高 所以早上喝盐水 这个不是一个正确的 对健康有帮助的 这是一个饮水的方法 另外就是有很多人喜欢早上 拿些新鲜的果汁 他认为这样有解渴 又有营养 但其实这个是错误的 因为这个时候喝果汁 不能够提供我们身体 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水分 而且在缺少水分的状态之下 就立即要那些腸胃去开工做事 对我们身体的健康是不好的 如果这个时候更加喝一些 买回来的果汁 或者是汽水这些 就更加错了 因为汽水和可乐这些 碳酸饮品 会加速钙的排泄 我们早上喝用 非但不能够补充 机体缺水的水分 还会增加身体对水分的要求 反而造成我们身体里的缺水 有些人早上起床 喜欢喝杯咖啡 或者喝杯茶 这个对身体也是不好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含有咖啡因的饮品 它也有利尿作用 会把我们身体的多余水分带走 更加令我们缺水 而且如果你早晨第一杯就喝它 你空腹喝的时候 就很容易伤你的肠胃了 那么多样都不适合喝 大家可能心里说 牛奶就可以了 又有营养 其实呢 喝牛奶是可以 不过不是起床的第一杯就喝牛奶 如果你这样也是错的 因为如果我们空腹喝牛奶 是不过穿腸而过 胃都离不及消化 腸都不离及吸收 那些牛奶营养的价值 根本是无从可以在我们身体对面保留 还有呢 有些人早上 一喝牛奶会出现肠胃 有些脏气的过敏反应 反而呢 令你喝牛奶 引致你不舒服了 所以早上喝牛奶是可以 不过我们都是早餐来喝 我们不能够当是早上第一杯的饮品 而且喝牛奶的时候呢 最好要配合一些碳水化合物 才能够一起充分发挥蛋白质的饮品 因为呢 我们牛奶呢 只能够当作是食物 我们不是当作是饮品的 听了这么多的介绍了 你们大家会不会一致供应 早晨第一杯 最近要喝的是清水呢 好了 大家都知道第一杯喝清水 现在和大家简化 刚才所说的 我们第一杯清水最大的益处 是得到几点 第一点是补充水分 我们一个人晚上 身体流失了的水分 大约有450个cc 所以我们早上立即起床喝水呢 就可以补充身体 代謝失去的水分了 第二个好处就是防止便秘 精神起身 第一杯水 能够帮我们刺激腸胃的鱼动 濕潤我们的腸道 軟化大便 这样就促进大便的排泄了 第三样呢 就是洗擦我们的腸胃了 早上呢 我们的腸胃已经空了了 这个时候喝水呢 就可以洗滴清潔腸胃 冲淡了些胃酸 减轻胃的刺激 让我们腸胃都保持在最佳的状态 另外呢 就是可以清醒我们的大脑 起床喝杯水 很快呢 就会被腸的粘膜吸收 进入血液那里 这样呢 是可以有效地增加血的容量 稀释了我们的血液 降低了血液的浓度 促进这个血液循环 令到我们大脑呢 很迅速地恢复我们的清醒状态了 最后呢 就可以美容咯 起床喝水 补充水分 帮助身体排出体内毒素 那便可以滋润我们的肌肤咯 那所以 智慧的朋友 你们当然知道 如何去选择咯